明杰 刚刚讲到川普很羡慕 习近平可以这样大阅兵 然后美中事实上 在军事的竞争上面 是类似当年美苏的军事竞争一样 对 我们从习近平跟川普的阅兵 事实上有很多的差异处 但是唯一的一个共通点 就是现在习近平跟川普 看起来都是自信心不足 习近平要强军梦 中国梦 就是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不够强 他的解放军也不够强 那川普要让美国再度伟大 就是他认为说美国还不够伟大 甚至可能被国际已经 因为美军的这个衰退 被国际看扁 所以要透过阅兵来展示肌肉 那事实上这个 如果从美国过去的历史来讲 我补充一下刚刚范老师谈 事实上美国过去的阅兵 严格来讲还是算有四次 那两次是为了庆祝战胜 一次是杜鲁门1945年 他是庆祝二战的胜利 另外一次是老布希总统 他是为了庆祝这波弯的战胜 胜利 那这两次是为了庆祝胜利 另当别论 跟这个本来要展示肌肉自信心不足 是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两次是总统就职 那就是一次是艾森豪 一次是甘乃迪 那这四次是比较特殊 就排场比较大 那川普的这次阅兵 也异于前面四位总统的阅兵 因为他规模大概是历来最小的一次 那跟习近平这一次的十一大阅兵 根本是这个天壤之别 完全没办法比 而且我当时播这个画面 川普阅兵还在下雨 对不对 习近平阅兵比较威风 他那个这个阅兵篮也是做出来的 那基本上我们从简单 我们上次大概提了一下 他预算的落差 预算落差将近三四百倍之多 以这次习近平这样 这个阅兵的所有成展的 武器装备高达580套 那他的这个预算 我们大概算是比较保守评估 至少30亿到40亿美金跑不掉 那川普今年阅兵 成展的武器不到十项 那这个他的预算 本来从9200万美金 被砍到剩下1200万美金 所以钱很有限 那能够展示武器 当然他后来选择挑 美国最高端的一些武器 出来做这个重点式的展示 包含比如说B2的这个逆中轰炸机 F22 F35的这个逆中战机 那空中还有他传统上 蓝天使F18的这个战机的表演 那陆军来讲就是出动MYA2 还有这个M2的这个部战车 另外还有AH64阿帕契直升机 那连M88这种战车 抢修拖车都拿出来展示 那事实上这个项目是少得可怜 那双方的这个营造的气氛 也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到习近平他营造出来 好像万民拥戴的一个气势 事实上北京是全面封城的 但是你看到他连上将都陆列 接受检验 但是你看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 川普这次阅兵一开始美军就反对 特别是说预算不足 那后来搞来搞去只好把美韩军演 因为对金小胖示好 美韩军演的钱省下来转到阅兵 后来是被砍了 那美国国会议员也是极力反对 最后阅兵那一天 结果连四大军种的指挥官都缺席 这完全是强烈的对比 那展示的装备 我们当然谈一下 就是说解放军这一次展示很多新的装备 当然看起来美中战力 似乎有的比 但是其中几项重点的装备 简单来说如果要讲 现在唯一领先 唯一领先就是我们昨天谈的东风17 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但是东风17它当然是 因为高超音速武器有很多种类型 像它这种用滑翔体 载具到60公里高空 释放的这是其中一种 这叫HGV 美军过去也研发 但是后来成功两次 但是后来放弃这个计划 那个计划叫列印计划 后来也是因为预算不足砍掉 美军事实上 另外的高超音速武器 不同原理了 它事实上在前一阵子也试射成功 它用B512去搭载 一枚空射型的 它不是从地面发射 空射型的AGN183A 很大的一枚 看这个也是超音速的 巡迹飞弹 大概是采用冲央引擎的技术 所以它可以到3到5马赫的速度 所以在以超音速武器来讲 不同类种上面 如果以滑翔体的这一种的研发 是解放军领先 但是其他的部分美军也追上来 像是美国的陆军海军 个别的开发 他们钱真的也很多 三个军种你可以个别去弄 然后到最后再一桶 一桶江湖 这个超音速武器 当然解放军现在看起来 东风17这次好像很威 暂时领先 但是其他的项目 事实上解放军的努力还有得追 譬如说举例来讲 譬如说像逆中战机 我们先年大概我简单再讲一下 譬如说这一次出来歼20 歼20本来这次国庆 11国庆是说要7架同光 最后出来只有5架 那也表示它量产的数量 还是有问题的 否则你就7架同宽 为什么会只有5架 那美军当然它的数量都很少 川普这因为钱很有限 我们刚才提到像B2轰炸机 飞一趟一个小时的飞行成本 是400万台币 歼20是200万 那B2它这次只有出动2架 所以就这样稀稀落落 不是很好看 F22也是2架 然后还有F35 但是不管怎么样去比F22跟F35 它的这个逆中性能全方位 特别是它超音速巡航的时候 逆中不会破功 那歼20在只要打开后栏器 超音速巡航的时候 逆中马上破功 所以这还是没办法做对比 另外譬如说 还有这个空中加油机 那像这一次还有像这个轰炸机 轰炸机这一次 11国庆空中的方队里面 特别展示一型叫轰6N 那就是过去有绕台过了轰6K的这个性能提升版 那大概只有四架 目前四架 那这次展出也要显示说 它的这个特别是它空中加油能力 另外它的载重的能力已经提升 不过实际上你去比一比 如果以美军的轰炸机 像这一次逆中的B2轰炸机 老共还没有 它在搞轰20 不知道几年才会好 那这个老美的这个B2来讲 它的这一个载弹量至少30吨 它的B52已经用了60年 50年60年这么老的轰炸机 它的载弹量可以到40吨 那B1B这个超音速的轰炸机 可以到60吨 那轰6N能载几吨 过去曾经有这个谈到过 它的这个载弹 如果是要载这种所谓的超级炸弹 MOAB这种一枚 在美军来讲都是10吨以上的 那这个解放军的 它轰6N搭载的超级炸弹 就比人家这个小一点 只有3吨 那也就是说它的载重量 可能都不到10吨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轰炸机的这个对比 也是没有办法赢过美军的 那太多太多项目可以比 只是说整体上来讲 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在信心上面 自信上的不足 藉由展示肌肉 但是这些肌肉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这个能够打肾脏 这个未来还是值得持续观察